别碰我 婉依 我是什么人 他们不了解 你还能不了解吗 是啊 你是个什么猴子 发布会上的事情 我再清楚不过 我会向媒体澄清 咱们订婚照旧 别让这些不分周应的东西 破坏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是不是 茗玉 这件事情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我要是知道 既要这么在乎 小三这个角色 我早就会成全她的 哦 对呀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嘛 顾颜局 商界新贵 手握娱乐圈 并顶尖运营 一手打造了一人 几破头都想尽的 故事集团 可惜在上一世 他没过多久 就念谁死了 你好 导演 你好你好 这个谁 你好 你好啊 来 演员救头 导演 我的本子 为什么换成这个 之前可是让我 嫌女二的 这都是陆总的安排 我怎么知道 要开机了 别耽误事啊 怎么了 嗯 就要你怎么了 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没事 不用管他 说不定 是在找角色感觉呢 下场演的是 袁佩七泽痛打小三 各部门做好准备啊 还可以吧 来话绕虚 瑶瑶 我知道 我知道这场戏难度很大 所以会帮助好你 完成好他的 好吗 导演说 真打才真是 黄英姐 可以的吧 好 来了 来准备 三 二 一 走 啊 啊 沈与后 还没说词呢 先打了 哦 对不起对不起导演 我们再来一次 好 再来 准备 三 二 一 卡 沈与后 今天状态不好吗 对不起对不起啊导演 再来一次一定会好的 来准备 准备 三二一走 你居然敢知三当三勾引我老公 他爱的是我 可不是你这个 啊 卡 不愧是以后啊 形式处理的太好了 谢谢谢谢导演 让他真错 瑶瑶导演说真的才真实 你没事吧 起来吧 不过看你刚才的反应 确实真实 我都信了 什么意 你们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还敢来找我 瑶瑶哥 这给我换的什么角色啊 看我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 你好意思说 要不是我给你这个角色 还怎么收拾你发布会上 给我的烂摊子 我也是 那就是你跟我说的惊奇是吧 黑鲜事情闹得不够大吗 我知道我错了 我这不也挨打了吗 瑶瑶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这是晚一的蛇 赶紧跟我下去 还想给我找事吗 神尾 我一定要你好看 好我知道了 沈婉依 一直都是你在搞鬼吧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是啊 若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你觉得你们瞒的 天衣无缝是吧 你 你就不怕茗语哥知道吗 你大可以去告诉了茗语 你看看 她是相信我这个 善解人意的未婚妻 还是相信你这个 刚刚做过手脚 差点连累她的心机小三 十万一 救命 尹后就是尹后啊 刚刚才和自己 未婚夫总裁在一起 这就帮上顾大总裁了 滚 别让我说第二遍 起开 谢谢顾总 今天出手相救 改天 我 你也滚 下次见 你确定顾颜绝会来这个咖啡厅对吗 顾颜绝 茗玉哥 在外面你注意点 别像上次一样被开了 我穿了那件你想看的内衣 要不要 小心点 这香水是婉衣的 沈婉衣的 季昊 最近是星火娱乐融资的关键期 你少作药知道吗 哪里是我作药 今天我还被人欺负了 谁还敢欺负你呀 还不是那个沈婉衣 她今天还用咖啡泼我 婉衣心思单纯 怎么可能欺负你 我看是你 又醋意大发 在找事儿了 你真觉得沈婉衣那么好 我告诉你 我今天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她跟顾总的关系 可不一般呢 她呀 就是个 贱人 她是贱人 那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会让你